欢迎来到新闻追追追 我们一起追真相 追是非 追到底 我是齐凯 虎山又齐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政治评论员胡忠信 主持人大家好 台大哲学系教授林火旺 大家好 国民党立委罗书磊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李应援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资深媒体员陈金兰 大家好 资深政议记者陈立宏 主持人大家好 以及问我们这问题 最到底的年代调查团 好 抢救林立雄 好像出现一丝丝的 包括林立雄 回给马总统公开信里面 有提到至少有两个看法 另外呢 朱立伦都提出来了 用公投取代上街头 降低这个门槛 不过啊 这些方法 这个曙光看起来 被马总统是不是已经把它扑灭 他坚持说什么 公投这个门槛是不能降的 更离谱是什么 行政人已经开始在模拟了 所以演练什么 林立雄真的倒下去 要怎么去强制 去送医 去急救 可没有问 这样来得及 有意外怎么办 马总统是不是太低估了 这次这个危机呢 另外呢 因为等不起这个整个希望 所以费务团体今天已经宣布了 明天开始要包围立法院了 后天 上街头去总统府 前面要开始静坐了 所以等不到回应 全部都不离开凯道了 加上现在很多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什么资家市长 一个这一个都跳出来了 我们要问哦 马总统针对这有什么 内忧外患 包括协生可能要上街头 劳工要上街头 马总统真的硬碰硬 会挺得下去吗 来 演统要帮我们追踪一下 好 在近时期间的林立雄 他也是禁语的 虽然不说话 不过写出来的文字 却是火力全开 今天他就写了一封公开信 给马总统了 简单来说 内容是告诉马总统说 你说你代表政府 但是我说你无权干涉 我们就来看一下 马总统昨天写了 什么样的问问小卡片 给林一雄 这是马总统昨天写的小卡片 内容提到 我愿代表政府对您承诺 核四金融专家严格的安检之后 交由全民公投来决定 他的未来 但是针对马总统说 我愿代表政府 林一雄今天回应了 我直接告诉马总统 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马总统针对核四问题 你是无权干涉的 还有总统啊 你的法律素养实在不够 我们就带你看一下 他公开信里面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林一雄提到了 现在针对核四的问题 社会上大概有两种解决方案 一个就是要不要马上停建 另外一个是 要不要用公投的方式 来决定是否停建 林一雄提到 如果最后要以公投 来决定是否停建的话 那么有些配套作施 你要不要做呢 像是要不要提案办公投 还有要不要修现在公投法 过高的出席率条文 以及要不要增设一些 特别条例呢 但是林一雄说 不管是哪一种 马总统 这都是立法院的权责 其他政府机关 即便是总统 也是无权干涉的 第二个重点 林一雄再次重申了 总统的职权 他说马总统 你的职权应该是在 国防外交 还有宪法已经明定了 你可以就院跟院之间的 争执来负责调停 但是现在我们的行政院 跟立法两个院 正在处理核四的问题 你现在竟然不顾身份 自称代表政府 到处发表 没有法律依据 还自以为师的言论 如果这个时候 立法跟行政两院 有纠纷的话 你的角色到底该怎么调停呢 所以林一雄说了 从你写给我的卡片 短短几句话就说出了 你的宪政尝试 实在是很欠缺 所以让他想起了 不久前台大法律学院的院长 说的 我们没有把学生交好 他说这真的是 诚实而中肯的自责 针对林一雄的公开信 辅放也发表了 舍兵稿了 总统府强调 府方不愿意评论 但是相信社会自有公平 而总统府也强调了 昨天马总统去看林一雄 是因为关心林一雄的健康 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总统府针对林一雄的健康 真的是相当的关切 因为行政院今天 有了最新的说法了 一旦这个林一雄的生命 出现急迫性 那么会用公权力来介入 强制送医 就带你听一下 行政院是怎么说的 今天在中华民国的法律当中 不管是依消防法的紧急救护办法 或者是依紧急医疗法的这个规定 紧急医疗救护法的规定 都有强制的规定 只要他清醒 他不要 你拿他无可奈何 可是一旦他陷入昏迷 生命有急迫的情况之下 就一定要强制送医 我们大概有做一个模拟 但是必要的时候 如果依法可以强制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还是会去强制就医 如果有人在现场 不让你们强制送医 你就要依法强制排除 秘书长 您可不可以代表行政院 答复本席这个观点 可不可以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绝对为什么要去处理 看着立法院 这个打醒 也没有很担心 已经在看怎么样倒下去 怎么去强制救护 我们要问了 这会不会来不及 第二个对症下药啊 你看林立雄昨天那个公开信 虽然骂得很凶 骂马总统什么 缺乏宪政的这个常识 跟法律的素养 可他至少提了什么 让立法院立完去解决 或者把公投的门槛降下来 这是个退长机制啊 你马总统为什么那么坚持 行政为什么急着要模拟 到时候来不及怎么办啊 不过我是这样看 应该分两部分来谈 一部分是人的生命当然很重要 不管谁 不是只有林立雄都重要 一部分是到底 何事该怎么解决 这另外一个问题 那我的看法就觉得 林立雄写这封信太重了一点 我一直 我自己教伦理学 我从来不敢讲 我的道德比他高 但是这样的讲法 事实上有事后到 也就是说 谁都知道 马英九不是只有总统 他还是党主席 他如果立法院愿意改 他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说 他如果愿意说公投提案 你要第一项公投提案 他不一样就是党员提案 可以啊 可不可以修降低条 当然也可以啊 所以我一直说 我实际觉得林立雄写贡献 太重了 太重了吗 总统可以去看他好的部分吗 就是退场机制那一块啊 立法院跟降低都 那就是他的考虑 就是说到底何时该怎么解决的问题 你可以从这个显示出 马总统还是认为何时 还是应该继续建 不然就要公投来决定 还是这样的概念嘛 那如果走林立雄那条路 当然就是要停建嘛 那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这样讲说 马总统并没有要停建嘛 那你要说服他该不该停建嘛 我常跟他讲说 其实何时该不停建这个问题 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 你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建 其实我今天也特别找了 那个苹果日报 今天登了一篇文章就是 总统请听我的良心建言 这是一个核能专家 在去年就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其实可以不用建核电 我们原来有别的方法 我其实比较担心的是 马总统是不是一定坚持要建核四 那他的理由够不够充分 这核能专家提个建议 一年前就提个建议 他有没有思考过 而且这核能专家提了很多替代方案 到底台电有没有去做 我其实比较在乎这些 那对于说 到底要建或不建这些问题 我说真话 我没有能力能智慧 因为到底核电的技术 到现在到什么程度 我们有没有真的替代人员 是可以做到 说真话 没有专业素养的人 讲说核四该不该建 我都觉得不应该 那对于林毅雄生命这些 当然要照顾 用什么方式可以照顾 我觉得如果马总统觉得 我们真的有别的方法 可以替代核四 那最好的救济方式 当然就是马上把核四的问题 停掉最好 就立法院来提案 对啦 竟然 现在没有错 到底建不建 这看起来一方面 现在一方面做错民调嘛 现在看起来比例很娴熟啊 至少是七成认为说 不要再建了嘛 那认为要建可能只有两成啊 七比二啊 这是一个 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跟时间是在赛跑哦 哎 拜托一下 要看一下 要看一下林毅雄这个状况 万一他倒下去 我们刚才给他看的是什么 行政理 现在在模拟这个东西 做什么呢 你模拟 那你现在如果倒下去 来不及救这怎么办 第二个 你终于把它灌死 把它救活了 他再回去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啊 所以你现在是什么 一方面跟时间赛跑 第二个 要对症下药吧 其实林毅雄这话 我讲得非常直接 那个直接的后面是 他不认为他们不知道 但他故意这样子 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其实在22号的那天 李庆华跟这个 江一华在立法院的答询时候 他就已经讲 因为李庆华请他为 这马政府以苍生为念 讲了十大理由以后 他说其实是可以解决的 他说你行政院只要提报告来 我送来立法院 立法院就可以背询 做相关的处理 做审查 他说这中间没有违宪 没有违法的问题 因为他们在这里面 就用呼噜的方式 讲那时候2000年 陈水扁的那个 自己宣布停戒 然后有一个宪法解释 然后他必须恢复 他就去把那样的一个方式 拿来说 我如果这样做 我就片面来宣布的话 我就是违宪 可是他就在这里面 那个法令上面的解释 就用一种扭曲的方式去做解释 李庆华在22号就告诉他 没有这个问题 那我也在这个节目当中讲 嘉宇话也很清楚 那他的意思是就是说 现在社会舆论 他完全不想走这个方式 那他说现在社会舆论 都想要用公投 所以他要把这样的问题 不在现在当下去 做立即去处理 他又把它拖到所谓的公投 公投他又把它自己踩死 说他现在所有的门槛 通通不愿意降 所以他在这后面 是显现出 马政府非常的僵硬 非常的固执 不想去做任何的改变 跟处理 那到底 马英九是不是要做 这个核四的兴建呢 是 我必须跟大家讲 最近我也跟那个 反核团体在做相关的 沟通跟联系 这整个事情铺排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 张家柱很清楚的 本来在去年八月 就应该把所有的 相关的安检做出来 可是拖到十二月 十二月又没有 又搞到现在 然后六月就要把燃料棒 插进去这件事情 是他们在整个的 决策过程当中 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如果今天林英雄 不是现在跳出来 他们五月六月也要出来 也就是说 林英雄是提前 把这个事情引爆出来 那他要防止的就是 插燃料棒这件事情 那这个政府有没有在做 有在做 而且不断的在底下做 那他在上面就跟你讲了 就用一大堆 有的没有的方式 在做一些呼啰 那昨天 林国政委员也在讲说 不可能有这个事 什么102年的 2月26号 立法院里面 朝野协商 说在公民投票前 就不会放燃料棒 等等等等这件事情 可是在台电里面 他们所谓的安检 这个做一百多亿 他已经花了一百多亿 他还是在拿追加预算 在做安检 他的安检的概念里面 就是要插燃料棒 就是要四运转 就是要插燃料棒 也就是说 他对外讲的是一套 但是他们在里面的认知 要做的又是一套 这就是长期以来 马政府跟人民 没有办法取得信任的事 他永远在说他那一套 那在底下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在这个蒙混的过程当中 他就把很多事情要目以成正 因为一插进去就来不及了 现在大家在害怕的是这件事情 所以呢 今天林英雄这话是讲得非常的重 没有错 他是告诉你 你其实根本就知道 我刚刚也讲了 李庆华在22号 就跟江一话做了这个对话 那江一话学政治的 马英九学法律的 在上个礼拜五 国安单位 府院党就开过会 内部就已经做了相关的了解跟理解 那这里面就两个步骤 一个就是权力危机 不要让像昨天 一听到苏朱会 一出来朱立伦决定 表达出公投法可以往下修 门槛往下修 马上就开一个会 说不不不 绝对不会 他就在防止两件事情 就是他的诸侯 不要在这里面跟他有不一样的意见 让他全力受到挑战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刚刚在讲的 他老早就做好准备 22号那天 我们看到江一话 说了一个很不 很没尝试的话 也很不可思议的话 他说完了以后还问他 你们有没有做医疗准备 你们有没有做相关的医疗准备 他自己都表达说 有做相关的医疗准备 他现在行政也还模拟啊 准备好 反正你倒下去 我就跟你灌啊 灌死了 所以那老早就决定 就是我说的 府院党在决策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做好这样子的安排 这个安排就是两件事情 不要让马英九的权力危机 受到挑战 那还有一个就是 不要让他倒下 在过程当中 他把他的道义责任都尽了 我去看了 你不满意 那没办法 这就我已经表态了 那如果你要倒下去 我也用人道主义 我也去抢救了 那其他我没有办法做 他都没有想到 可能救不回来怎么办 或者很严重 深度的这个分明 或者回去又继续截死怎么办 他觉得他在这里面 把他该有的动作做完了 其他都不是他的责任 他只要把这些动作都做完 我该做的危机处理都做完 这就是政治处理 他在这里面 做危机处理的政治处理 就是要断尾求生 过程很清楚 他都已经铺排好了 但是我要说的是 他永远在这里面 呼隆呼隆大家 该清楚的权责 还有该清楚的法律 该应该要在立法院 跟行政院里面要处理的 通通都知道 22号当圈 你去看 立法院长江仪化 跟李清华的对话 他就是不要 不要不要嘛 所以行政院很清楚 他不要这样做嘛 那立法院有没有办法 自己挑起这块大梁 现在他们要 环保团体 还有苏贞 他也要跑去找 王金平 看这件事情 最后是不是还是 王金平出来出面 做相关的收尾 现在大家看到了 现在又要跑去找王金平了 所以呢 他们不是不知道 但是他们在这里面呢 就搞 搞 僵固啊 不管你 就是要搞战斗 搞战斗 搞战斗 最后还是看到的就是 搞战斗 搞政治 搞谋略 随府院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呢 林英雄采取对自己 最激烈的 无限期的 这个进食的方式呢 也引起了 确实有另外一种 不同的声音 我们就来看看 另一方的声音 是怎么说的呢 名嘴唐香龙说 就让他绝食下去嘛 才刚走一群 以小卖小的 又得招呼一群 以老卖老的 玩这种二十年前的老梗 老百猪一哭二闹三上吊 你不听我的 就死给你看的样子 真的要买单吗 然后呢 名嘴董志森哲说 林英雄一再地绑架台湾 他痛批林英雄啊 明明就是看到 学运有成果 才赶来收割了 他说我真的很看不起他 他说你赞成 每个人都用这种手段吗 林英雄如果是英雄的话 为什么不再 贬食带来进食呢 因为不同党嘛 然后呢 府前这个副秘书长呢 这个罗志祥啊 则是投书表示呢 核四不应该成为道德问题 他说反核者担忧是真的 论述也是有理的 但不反核者 难道对废核四 可能的担忧就不是真的吗 还有不具名的兰尾说 马将都已经亲自去探望 已经是人质易尽了 不可能让林英雄 一个人绑架 两千三百万人的公共政策 我们再带你来听一听啊 吴玉生今天还在立法院怎么讲啊 他说啊 如果今天是李登辉啊 他说核四不过的话 他就绝食盗死 哇 那谁比较大尾 要听谁的啊 他讲究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来听听看 我们尊重他的选择 但是我们不批判他 可是我们不能支持他 如果支持林英雄 这种方法的话 那很简单啊 如果今天李登辉说 你如果核四不通过 我李登辉要绝食盗食 那你会怎么 他老总统呢 他老总统呢 他比林英雄更大张呢 更大只呢 政治的辈分 政治的历练更大呢 那如果今天 李登辉说 你核四不通过 我就要绝食到死 哇 那台湾怎么办 两个王啊 两个王啊 那不就我们死的 那两个都基督徒呢 两个人都信 都信耶和华的呢 都是上帝之子呢 那要怎么办 这些想法 到底会不会就是 马江的想法 而且坦白讲 林英雄绝食 他到底伤害了谁啊 为什么大家会愿意 被他绑架 这是不是跟学运 当初违法冲进立法院里头 可是大家去反而来 支持违法 这背后的背景因素 其实是一样的 吴玉生的说法 其实不值得一搏啦 因为他根本违反了 逻辑的基本的 这种所谓的谬误 怎么说呢 第一个 李登辉会为了 核四去绝食吗 不会 所以呢 这个前提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他纯粹只是 拿这个东西 去救杂人戏嘛 所以显然他真的很讨厌李登辉 也很讨厌林英雄啊 所以才会拿这个东西的地狗道菜都啦 好 我们这样看好了 其实 这一阵子 国民党马金江王政权啊 的这些动作 其实真的跟318学运发生之后的 这个状况 几乎是如出一策 一模一样 好 甚至 不惜用言语 或者是行为 去刺激 这个对方 好 可能会引发更大的 这一种风暴 好 那 我真的不晓得 就是说 照理讲 做一个执政者 他应该是试图解决问题 然而我却看到了 今天的马金江王政权 他的着眼点 都不是在解决问题 而是在进一步的 制造对抗 跟制造纷争 这让我真的是有点不解 不过我今天先替江一华来解惑 江一华今天啊 这个请行政院 这个发言人啊 驳斥一个谣言 说 最近啊 这有谣言说啊 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 安和寺6月份安检完 就要放燃料棒 这是谣言 而且他说 那是反核团体的谣言 结果 江一华先生 我替你 我替你找出谣言的起点 经济部长 来 这是3月10号的报纸 联合报哦 3月10号的联合报 张家柱说什么 张家柱说 6月只要安卷完 经济部就会要求台电 申请放入燃料棒 这是张家柱说的 所以江一华先生 来谣言的来源 就是你的经济部长 不是反核团体啊 这可是官方说法 如果张家柱敢否认 他说到这个话 那你应该真把张家柱换掉 而且江一华将什么抹黑啊 是啊 对啊 明明是你张家柱讲的说 安检完就会要台电 申请放入燃料棒 而且这个跟公投无关 也不违反去年立法院的决议 这个是张家柱讲的 所以才会让大家吓到啊 怎么立法院明明说 你何事公投前 你不能放入燃料棒 甚至相关预算也不能编 结果他们硬是要这样干啊 所以如果说真的开始 对何事产生争议 张家柱的这个谈话 那才是一切争议的起点啊 所以江先生 不要怪反核团体 你要怪的是 是释放你所谓谣言的张家柱 这是谣言的起点 好 我们再来看 我刚刚说 这个政府啊 现在处理 林毅雄绝食的这件事情 好像就好像在处理 这个318学院 怎么说呢 318 317的张 这个 这个张庆宗的那个呼隆30秒之后 318学生进入立法院 319 滚港立院党团先开记者会 说啊 这福茂没得审 他说 各位你看 你仔细看 他说啊 未来福茂 只能表决 没有讨论空间 就即便立法院 学生已经在立法院抗议了 进入立法院 他还强调 未来福茂 只能表决 没有讨论空间 那一段时间 各位再想一想 江一华跟马英九 磋商贫贫 江一华开了好几次记者会 但是他的言行 只是一再的强调 不能表决 只能表决 不能讨论 好 坚持起见 接着马英九 一样 像昨天晚上一样 把江一华 叫进总统府 出来之后 再次宣誓 只有只能表决 不能审查 而且也没有所谓的 立法监督的可能性 完全拒绝学生的诉求 所以三二三 马英九 早上十点召开记者会之后 三二四晚上 三二三晚上 就激进派的学生 就进了行政院 你会发现 他的言行 他并不是要解决问题 他是很强烈的 很强硬的 甚至是不惜去挑衅学生 挑衅当时 三一八学运的 这些背后支持的 这些盛牌 所以你现在真的一样 方式又激进 所以光 反正团体已经讲了 明天他们就上这头 我去包围立法院 后来就又到凯道去了 这一次你看 面对了 林毅雄的这个状况 他也一样 他也一样 你看当时三一八学运 国民党的那些 那些正式人物 不就也讲吗 哎呦 看谁撑得久啊 你在立法院 看你能撑多久嘛 是不是 现在又来了 林毅雄 你去绝啊 你去绝啊 看你能撑多久 你如果真要倒下 我去强烈灌石 我不让你死 对不对 我仁至义尽哦 花的态势都非常强硬 所以以至于 你看三一八学运的时候 郭台铭试图解决问题 他去见马英九 结果马英九说 你不要管这个事 好所以把这个解决问题的球 就变成王金平来做 现在 看起来真的就是如此啊 又是他又 他又要硬硬起来啊 到现在他不愿意去 面对林毅雄的诉求 也不愿意去回应 反核四团体的诉求 所以使得现在社会力 又重新搅动啊 我真的又不晓得说 如果一个做一个国 说实在当家不闹事 但是你会发现说 这个人 在面对了一二再再二三 一连串的对他抗议的事件 他的态度永远就是 我没有错 错的都是你们 我为什么要让 好 那所以他就是硬硬 但是各位 三一八学院到后来 国民党的党团 不就是弄了一个默契了吗 还是得先审 先立法后审查嘛 马英九还是终究 得去面对这个现实 但是你不要撑这么久 你其实可以让台湾的 这种所谓的对立 可以缓解 可以提前结束 马英九也许还可以 这个赚一点声望 但是马英九不此之徒 他现在又来一次 一模一样又在那边 跟富与顽抗 但是我觉得马英九 他忽略了一件事情 没错 和四的这个争议 以及林毅雄绝食的这个争议 感觉起来 没有像三一八学运 太阳花学运 引起整个社会的连锁效应 包括海外留学生的 这个所谓的接力 这种抗议的接力 反复冒的接力 感觉起来 社会并没有 像三一八学运 这么热络 但是他忽略了一件事情 和四的这个议题 在国民党内 其实有更多的 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其实是受到选民的压力 因为你要知道 服贸跟反服贸的议题 其实他的民调是差不多的 他民调是差不多的 大家讨厌的是你马英九 你在推动服贸的过程 是黑箱 反民主 所以掀起了这么大的一个风潮 但是你要知道 反核四的民调 永远是压倒性的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 国民党立法委员 或者是国民党地方诸侯 直接是跟马英九 是唱反调的 所以这个议题 其实是对国民党内部的 这种所谓的 这种分离的力量 是比三一八还要剧烈的 只是马英九还不以为意 所以你可以看 连蔡政元都要提 降低公投门槛的 这个提案 江慧珍也要提 这一大堆的国民党的 在三一八学期间 这些人都是打学生的 对不对 都请马英九打学生的 但是现在这些人 也都不得不出来提案 这个降低核四 这个公投门槛 所以我认为 马英九 在用这种9%的民调 试图跟民意对抗 他这一次一定还是败政下来 你等一下 我还要补充 我觉得 我一定要 一定要明白地讲 吴玉生 我虽然不是很喜欢他 但他逻辑上没有谬误 我教过逻辑 教了好几年逻辑 他说如果 李登辉也绝食说 你不见我就要绝食 这确实是一个可能性 即使不是李登辉 有可能别人 难道那个人不是李英雄 那么大牌 你就不管他吗 那事实上 李英雄现在的做法 站在民主政治的逻辑上 是不对的 我讲不对的原因是 我的主张 如果不接受 我就死给你看 这事实上是强迫别人 要接受他的主张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 李英雄做法 我不赞成 但他要这样做 我没办法 我只能说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我要终止他的生命 可是事实上 民主政治 我觉得今天 马英雄错的地方 倒不是说 李英雄这件事情 他没有 马上照他的话去做 他错的地方在于说 其实反核的 民意的能量 其实很强 对 你居然可以不管他 或者以为这样就可以过 这是他的问题 那我觉得说 其实如果当时立法院 决定说 公投来决定 何事的去留 他就不应该 做任何动作才对 包括人家有帮我放弃的 包括外面一直在传论 经济部长去讲要放 但是事实上 我认为民主政治的 基本逻辑 我要讲基本逻辑 就是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我的想法 最后怎么决定呢 是由多数来决定 那民调算不算多数呢 民调只能多数的参考 所以公投才是 最后的决定才对 所以一切留给公投 是对的 但是你说 李英雄这样的做法 跟民主政治的 基本逻辑是不对的 为什么 我不能用生命来威胁 不知道我的 我就死给你看 这不对了 那个 林火老师在这样 讲这句话的时候 前面有很多的 这个前提 大概可能 大家都没有去看到 为什么林英雄 要做这个事情 我刚刚已经讲了 刚刚那个 火老师也跟大家讲 那个叫沉磨心 是美国的 国际的电专家 来讲过了 非常多的事情 其实在他之前 也有非常多 因为这个 辅导事件以后 台湾社会整个 沸腾 妈妈反核联盟 爸爸反核联盟 这些平常都不是 所谓蓝绿里面 不是关心这些人 他们通通来 那有没有对话 有 但是反核团体 或者环保人士 在这边的对话 跟这个台电 或是原能会 跟经济部 完全是打差的 那过程当中 有没有欺骗 我刚刚跟大家讲的过程 就是他里面 有隐含了很多的 资讯不对称 或者他在这里面 要暗度陈仓 那这个过程 都是让大家觉得 没有办法去相信的 他后面所 堆积出来的 这个不满 跟不信任 是让大家觉得 我再怎么跟你说 都没有 没有办法 然后即便是 已经问题到这样 他听到李登辉先生 那个比较 简阅式的一个讲法 像是 见列欣喜 对啊 台湾怎么办 就把他拿来当服务一样 然后让他制造李登辉 跟林毅雄的矛盾 今天为什么会拿李登辉 出来讲 是他想要拿李登辉 制造跟林毅雄中间的矛盾 然后李登辉也是绿的 林毅雄也是绿的 所以绿的跟绿的 两个都大咖 然后来相撞 他背后是恶劣的 是恶职的 我要讲 台湾的下一步 有没有讨论 有 淮宝团体做了 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 资料的考察 然后也做了 非常非常多的方案 可是这个过程当中 他不听 不理 然后还偷偷的 不理立法院所做的 这个朝野协商 他在这里面 暗稿他的 然后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经济部长就是这样讲 环保团体就是这样害怕 那经济部长这样的刺激 环保团体这样的刺激 台湾产生这样的问题 罗委 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其实火车是可以不用对撞 这个结果本来是有机会 可以解开的 用关于的结果 不是台湾整个又失礼 然后整个核市场 整个争议又搞下去 弄到后来 就是明天后天 又包围了总统府 弄到后来 马总理不是在 又要低头吗 那个林英雄先生的公开信 确实讲得太重了 那个他认为说 那个要解决 这个核四的一个问题 要嘛 第一个就是马上停舰 第二个就是公投决定 那他认为这两个议题的话 就是总统 你都没有权力干涉 都不是你的事情 那假如都是总统 无权干涉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这一批人 我们大家都喊说 总统 马总统 你一定要跳出来讲话 你一定要跳出来看 要怎么出来解决事情 他的意思是 你不要管事情就会好 所以我是认为说 他应该是说 总统 你应该是 放手 怎么做 那而不是说什么 哎呀 什么法律素援不足 其实不需要讲这些 我是认为说 面对这个核四的问题 其实 它就是两个问题 就是说 它到底有没有安全 那它我们就是 我们的替代方案够不够 而不是那些 很情绪的一个花言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 就是林毅雄先生 跟太阳花的血印 其实他们两个的模式都差不多 就是说当胡茂的议题 产生的时候 那我们的一些行政部门 太负劣了 以为说开了几场公民会 或者是说 哎呀 那个 我一直讲说 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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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民众的心里面 还是有怀疑的 还是认为说 到底我的产业受损的时候 你要怎么补助我 你要怎么救我 这是一个分配的不均的问题 那政府没有处理好 而且要强度关山 一定要硬在30秒钟 把它通过 所以才引起这场协议 那同样的 和事也是一样 也就是你一再的讲说 哎呀 我安全没问题 可是大家又怀疑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张家柱 要一再讲说 哎呀 我要把那个燃料棒换进去 所以大家害怕 那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林毅雄先生说 我无能为力 我们这么多人反对 包括台北市的那个 郝隆斌市长 他也做过好几次的民调 他每一次的民调 都认为说 反合的人比较多 也就是说 为什么 我们的执政团队 为什么我们总统 我们行政院长 每次做结社 都是要站在哪里 站在多数人的对立面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所以林毅雄先生 他用他的一个 这样的行为 他用力给你配了 对给你配 当然我们是 不主张这样 包括协认去占领 我们也是反对 可是他用这样的 来实检 泛起国人说 对于何事 重新的一个检讨 那当然这个检讨过程当中 大家都会看到 我们好 你说好 安全 安全 大家不信任 那这样公投 那你公投的时候 大家又认为说 那个鸟笼公投 是不是能够 来真正代表民意 所以包括 我们朱立伦 朱立伦也建议说 一定要怎样 降低门槛嘛 包括立法院的 我们一些委员 像苏清权 苏清权也是不分居的 他提出来的 那个公投的一个 降低门槛 还比江卫珍 提的还要怎样 还要宽松嘛 所以大家都在寻求解套嘛 包括很多的委员 包括我在内 丁守忠 甚至于 甚至于 蔡正言也提出说 那何事就怎样 新建 就不应转嘛 不过我们还要一再地强调之说 其实在 湖岛事件之前 我都公开承认 我是永和的 因为我认为 给我的常识 给我的知识 告诉我说 核电什么 又干净 又省钱 又便宜 所以我支持 可是从核岛事件以后 我们就看到说 那么大的一个危险 等于一个未爆的原子弹 随时都在 威胁我们的生命 我们到底要不要它 甚至于说 讲说核汇料 核汇料包括高阶的跟低阶的 按照现在的科技 没有办法去处理 这些高阶或低阶的核汇料 那难道我们这一代的人 我们享受到核能的好处 难道我们要把这些脏东西 这么危险的东西 留给我们后代指出吗 朱立伦都讲嘛 你没有处理核汇料的能力 你就没有什么 没有用核能的权利嘛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思维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包括立委 甚至于今天 今天我看了一个脸书 那个立梗贵方 立梗贵方是最支持马总统的 马太太 对 本来就叫马太太 可是立梗贵方在这样脸书 让他跳出来什么 他反对核事 他那种核事要停进 甚至他还主张说好嘛 那台湾的命运 求全国全体人民来同意 他也同意什么 也同意要降低门槛嘛 所以我是觉得说总统 他现在最大问题 他请听大家的声音嘛 既然共同降低门槛 大家来投嘛 通过以后输了 验赌胡书嘛 大家都闭嘴嘛 那再来最重要的就是说 也就是李登辉所讲的 没有合适的话 你要怎么办呢 那替代人员政策嘛 我们在这节目 从上次台电 我们都提过好几个 好几次对 明明有替代嘛 对啊 你今天去台电 为什么他不要去用那绿色能源 就是因为我们讲嘛 风啊 水啊 电啊 没有回扣可以拿嘛 所以从来不去提倡嘛 我们的太阳能光电板呢 是外交全世界排名第二名 德国都买我们的嘛 我在那个去年的时候 我到那个云南 那个大陆云南 那乡下哦 很乡下的地方 人家那个电线杆都用什么 用太阳能 对啊 硬我听 其实这个统长的就是说 明明这个节是解得开的 就是刚刚罗伟人讲的嘛 有很多替代能源的问题 或者说你省电嘛 备载容量不要那么大 第二个 可能更严重的哦 是不是马总统 我到现在弄不清楚 林立雄是准备要训道的 而且他呼吸了说 他会真的倒下去 急救没有成功状况 对社会冲击有多大 所以 咱们说总统无悔无膜 在这样的时刻 应该是先处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去看林立雄先生 林立雄先生其实还也是很客气的 他也是说 刚才倒播刚才抓一下 他也是说静置马英九 也是静置嘛 第二个 他在开始的第一段 就是说首先感谢你抽空 到一光教会来签名之一 他也是感谢嘛 那他后面在讲这个说 无权干涉 其实他用语是说 这些都是立法院的职权 他先讲其他政府机关 他是讲到一个完美的 宪政的宪法的运作 因为立法院是最高的国会 刑建是最高的行政机关 如果我们按照宪法 他们两院来处理 你就做公亲了 你总统是两院有争议的时候 你在做公亲 他们你自己都先把你的立场表达出来的 对不对 像你来讲就是说 核四经由国内外专家 严格安检之后 从林雄先生的角度来看 公投 你既然要公投 你又前面设一个前提 对他来讲 这个安全 所谓的核四的安全 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 核四就是以日本辅导 刚刚几位委员都讲到 全世界最强的几个工业化国家 苏联 美国和日本 大家承认都是工业最用的国家 都发生了核灾 当下 当时都说那是最安全 人为的检查都是安全的 但是就是 他们那几个国家是意外 人为的意外 但是日本那个辅导就是无常 就是天灾 海啸 这个辅导的核电场 是已经准备在一个月就要停役了 要停役的时候 在那么短短时间 为什么就可以发生一个天灾 日本发生一个天灾 现在就和我们台湾最大的启示官 罗伟委员刚刚一样 我想很多大台北地区全台湾的人 都是辅导之后 不到30万人口的辅导 发生这个事情 几兆的日币到现在都没有处理完毕 人还不能够回去 街道也不能够住人 那个农产品 你感觉这个 这个当下 两年前我们大家 这年辅导这三年 我们大家就走到 脚脚脚脚都冷气了 现在人就会健忘 但李立雄先生一点都不会健忘 他说二三十年 他不是为了他的命嘛 我们二三十年来 他经常就是一个人这样苦行 你们不理他 毫无作为 他也是在呼唤你的觉醒 他这个觉得 他知道这个危险随时会发生 他是在抢救 两千三百万人的人命 这个发生 你看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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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若比那个 那两只脚 两个头脚 让你看这些照片 你有才公 他是在抢救 两千三百万人 他是牺牲他自己 个人生死自小 对 他关心的是太土地了 所以有的人 我不愿意批判这些好朋友 这些名嘴好朋友 大家都曾经同台 这样是太小看林毅雄先生 说他是要收割学运 他很清楚 他在发表要抉择之前 他就有讲 他其实在学运之前 三月十六号 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就要发表这封信 他已经要准备要做 所有都准备好了 结果学生就发 先攻占了立法院 他觉得要先协助这些学生 甚至他说 他认为学生都做得很好 也不是协助 也不是鼓励 他只是说 学生做什么好吃 至少去向学生感谢 那学生也一样 你那个三十秒的黑箱 你今天同样的程序委员会 我们说要公民投票 还是说要停戒合适的案子 在程序委员会 也一样的道理 都不能够复委 明年人要提说 要这样的事情都复委 所以林毅雄先生才会说 公投的事情 公投法的修订 要不要去公投这些事情 是立法院的权责 任何政府机关都无权干涉 包括总统也无权干涉 这样听起来就不会那么做 你总统不能感谢 在讲说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 刚刚这个换军这些封信 换军你看看 所有的阿嬷 他亲的兄弟 他的姬母都过去世了 是那样的一个展示 他要生了五个女儿 生了五个孩子 生了五个孩子 他作为一个新的妈妈 年轻的妈妈 他知道这件事情 林宅起来的时候 他也是被杀了好几刀 想救回来的 没有人比他更真实生命 没有人比他 是比赖以往生死 又了解说生命是罗口贵 我死去老母 你看那当初一回来 瘫痪了 瘫痪了 他怎么会不知道真实生命 是因为他看到这件事情 已经辅导的 这个天灾 不是你任何人为的专家告诉我 你什么国内外专家 总统的信就讲 国内外专家严格安全 从林一雄先生的的话来讲 总统你一点尝试都不及格 你如果说八成的说这个 林一雄先生不一定 还陪你好好地对应 你是一个总统 我今天和你在讲 这个根本就不是人为 世界最重要的国家 它是地大物博 发生在那遥远的村落堡 他还 这个绳次也没有恢复 荒废的那个影片 你都看一下 你真的会知道说 这个不该做 那么日本福岛是这么近的一个地方 那个产境是几兆 一旦发生在我们六百万人口聚集的 大台北和新北 单单这个房地产 一万兆 大台北地区这个房地产 几千兆 大家人家的房子都欧宇 别在说现在一间房子三亿一亿 台北市所有房子六七百万人 八九百万人要走在座 是啦 因为用这些是看到我们大家 一直用这些换菜政府 换菜我们大家一定会把这些事情董无常 那个换军的信里面的第一句话讲说 人到底明天会不会再见面 都不知道 说不定我这是最后一次记住老爸 所以才说老爸 孙子的阿公 你希望你坚持 虽然英雄先生有说 他说 家人是理解 家人怎么会接受呢 当然家人是看到他为了这个抢救这个宝导 抢救两千三万人 他三十年来 如一日的坚持 建立而起了解 他是用我们的心情 在带我们的医生 总共 你太小看了林雄先生 你讲那句话是误入了他嘛 然后那个事情那个条件完成之后 安全检 严格安全检查完成之后 不要说那些头端 立宏所讲那经济部的那些话 当然这说 国内外 所以他才说 你到底代表这个是哪一个政府 国内外 公投 条件完成在公投 他说你在跟我说消费嘛 真不好意思 我还说很严重 总共 你太误入了林雄先生 你那个法律常识 那王近平院长也讲 这个当时在立法院那件事情 不是院记的争议 你私人的话 我党员随时你党主席 就可以吧 对不对 所以是从这几个方面 要整体来看这封信 一定不要断章取义 完整地看李登辉先生的发言 完整地看林雄先生的发言 总统 还是我们每一个人 才能够了解 他的苦口口心 可是刚才大家其实也有 其实也有部分的来宾讲说 林雄这封信写的是太严厉了 但是为什么 马家明明就去看了这个 林雄了 林雄反而更生气 这个癥结点在哪里 大家要仔细去探讨嘛 另外就是说 其实在林雄最新的这封信里头 他其实有没有给自己 一点点退场激进 其实看起来是有的 他有讲说 如果你交给立法院 然后让行政院来执行 也可以 或者是你行政院提案 让立法院来审议 都可以 他也提到了说 公投你也交给立法院 可是怪啦 马总统这几天 拼命的去参加党团大会 林雄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把该手在森建立法院 让立委自己去执行嘛 所以这是林雄今天 更生气的原因 当一个人宣布 他要绝食 无限期的绝食 哪来退场机制 我从来不认为这一篇事 这篇文章 我公开说 写得恰如其分 写得非常好 Excellent 写太好了 我公开肯定 我先谈绝食意义 1980年 那时候的英国监狱 有一群爱尔兰共和军 被俘虏 他们对英国首相才记得说 我们是政治犯 我们拒绝穿球衣 结果首相不承认 他们就接力绝食 那时候应援跟火旺老师 我们都在美国看了 震撼 年轻人他有几岁 40天死掉一个 再40天借力绝食 我都对爱尔兰共和军 佩服得不得了 有人说爱尔兰的河流是险的 因为他被英国人打压 七八百年 是流泪流成 要这样看林英雄的绝食 政治就实力 林英雄绝食展现实力 谈实力 逻辑感情我都不谈的 因为是实力 所以没有理性客观 跳脱 主观来分析 我认为马总统 今天是骑虎难下 杜鲁门总统说 形势如老虎 如果你驾驭不了 形势驾驭不了老虎 掉下来就被老虎吃掉 马总统 你随时会被老虎 被形势吃掉的 昨天服务院党高层 那么重要的决策会议 还是不愿意降低 公投门槛 很简单 我从余会者得知了 因为如果降到40%的公投门槛 到时候民间或民进党提出 统独公投 马云泽总统 不敢得罪北京 重点在此 再看一个国际新闻 未必有关 但是可以做参考 欧巴马把钓鱼台列入 每日暗报 马总统 请问你怎么表态 你支持美国 还支持中国呢 跟统独共投一样 他不敢得罪中国 其实 包括今天立法院 抢救林毅雄 强制救林毅雄 我认为这种讨论都没有 一点的意义都没有 那肢结问题 就像讨论 李登会不会解释 虚定议题需要讨论吗 我根本谈都不谈 但是我要特别提出 林毅雄的论点 昨天我们在这里 我们大家 各自解读林毅雄的动机 我发觉我对了 只是我没他那么详细而已 他在他这个今天声明说 行政院提议 立法院同意 或者立法院决议 行政院执行 立即会合吧 至于公投或合安 都是后续的编辑问题 谈都不用谈 我要解读林毅雄的 他的角色 我过去说他是 训道者 我还记得不是 他正在塑造 形势逼他成为台湾的干地 类似圣雄 圣雄比那个训道者 层次更高 为什么这样说呢 1980年2月28号 林毅雄的母女被杀 威权国民党时代 国民党这个凶手 这个帽子 拿不掉的 为什么我特别 想到这一点呢 如果林毅雄 为何人 为何事而训道 民主时代的国民党 马云九先生 到时候你是筷子手啊 你是谋杀者啊 这个历史定位 是你承担不起的 我讲这严重性 好 回到主持人问题 我找到说 马云九既没有决断力 又没有危机控管的力 就像北宋末年 朝廷议论未决 金兵以林丞相 我是提出几个议题就好了 请到国人 一 林毅雄的绝食 包括对那些名嘴 那些刻薄的名嘴 能免得任何生命的 着剑消亡 都要厚道 能道的 不能刻薄的 林毅雄是个人爵士吗 还是背后至少有 七成的名誉支持呢 台湾是有七成的 缓和名义啊 缓和式名义啊 二 当福岛核灾发生以后 台湾灰核化 已经事不可别 大事所趋了 我们敢承担 未来四十年 若有灾难 我们就要负责任 谁敢保证和式 未来四十年 不会发生 天灾人或灾难呢 好 第三 我更强调 如果林毅雄有风险 我在引述 李明亮一生的话 生命只有一到两周 毕竟爱尔兰共和军事 撑到四十天 林兴人啊 军人啊 如果林毅雄 万一 我宣布 那就是马英九 正前奔盘之死 再回到我论述 甚至倒是实力啊 我认为 要抢救林毅雄的生命 我有向马英九总统本人 施压 高位总统 这是立与立的斗争啊 因为马总统任何角色 到后来就变联合斗争嘛 因为他从来不让步嘛 好 当变联合斗争的时候 请问 这两年来 马总统胜过几回啊 哪一次不是 一路败罪 输到臭库 这一次可不容易哦 我再强调 如果林毅雄的生命有损失 我再说一次 马总统 你的先家性命 都有问题 我要警告你 对啊 侯安 一方面是 现在是救人如救火啊 要跟时间赛 第二个是胡大哥讲的啊 现在你马总统 你每次都 都不让 就跟那个学你一样啊 那时候很多立法委员 媒体也跟你讲 学生要的 先立法后审查 这东西是一个下台阶 你不下 你就不下 现在 把门槛稍微降低一下 也是个下台阶 你就不要 弄到后来是什么 都是一样碰硬 然后反合团体就已经宣布了 明天唯立法院 后天就上凯道去了 然后一堆人都在那边 弄到后来什么 总统又被委 那整个情势又动浪 马总统有可能会赢吗 虽然说我不太同意 李英雄先生用绝食方式来 阻挡他的诉求 但是说真话 李英雄先生在台湾 是一般人都 蛮尊敬的一个人 那我觉得因为台湾 事实上 从福岛以后 其实反合的势力 其实蛮强的 那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这个状况之下 一定要赶快集结 那个反合的谜意 展现出来 让马总统感觉到 那个压力在 不然他 你看我觉得他去看 李英雄 我觉得很可笑 他跟家一外两个 你看李英雄 我觉得蛮可笑 你知道吗 他没有感受到那种 感受到压力 他去看他干嘛 他在想办法解决问题 人家绝食 你去看他干嘛 像李伟跟苏立的 郝龙斌不是都 踢的都是方法吗 而且市长 他去那边等于被羞辱 所以我说 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 我不太赞成李英雄 先用生命的方式 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生命是很可贵的 我不希望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但是我觉得 如果大家觉得 很多人觉得李英雄 这样做是值得感动的 应该赶快动员反核的力量 让马总统看得到 这样他的压力才会在 不然我觉得时间会很紧 罗伟 马总统为什么今天又跑去 你们什么党团大会 不去的人立法委 人家花一万块 昨天是朱立伦跟苏立伦 见面完之后 苏立伦都讲了 看到曙光了 结果马上打了一巴掌 你看马总统跟江一望 就定调说不改 然后今天又跑到党团大会去 我们要问 马总统什么 要继续当战斗总统是吧 血印的时候 太阳外已经输得那么惨了 你这是用同样的方式 不止国内动荡 你马总统不到后来 又上到市集吗 其实朱立伦 他能够了解说 现在的民众的思维是什么 因为从很多的民调 很多的民调显示出来 是说反核的人比较多 因为大家对你和事 不放心 这个就是我们 从很多的资料看出来 就是说台电把和事 盖了乱七八糟 那你在基层的这些民调 因为我们都能够听到 人民的声音 那可是我们总统 他都选择说 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那我不知道说 总统说 那个个案 那个不能够就个案 来修公共同法 那事实上 刚刚提到说 假如说公共同法是说 因为怕说统图的问题 那事实上 我们那个 张会正委员 就直接针对这些和事就好 张会正委员他提的是什么 他说只有就公共政策嘛 那你才是降低门槛 那假如说有牵涉到国家主权 或是说一些其他议题的话 还是要维持原来的共同法嘛 所以不是说 一个很硬的嘛 包括当初胡茂在讲的时候 为什么先立法后审查 那总统还是很硬啊 那事实上先立法后审查 我们在这边讲了很多次嘛 到最后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先立法 因为你那审查人 那根本挡在你那边嘛 那你总统你何必够在那边 你何必说 你自己就把它僵住 好像是说 就一定就是这样 好像跟石头一样 连一个破都不能破 或转弯都不能转弯 这样的话只是会造成说 那个更多的伤害而已啦 那当然 像林英雄先生已经 节食已经三天了嘛 那假如说 以他的年龄来讲的话 第四天第五天就很危险了嘛 那你今天你行政院说 我要强制去把他怎样 去救援他 强制去灌食 那你把他灌 来不来得及 你把他假如说 好纵食说好 那你灌醒了就行了 他还是又会 又会去结石嘛 所以你这个只是 治标不治本嘛 那你能 你能做几次吗 你能灌食灌几次吗 其实这样的话 对他来讲 反而是很残忍的 他假如说 哎呀 我就是为了这个 我要死 那等于说 你又不让他死 你等于对他是一个折磨 对他是一种 很大的伤害 那假如你在帮他 灌食的过程当中 那看在 支持他的那些人 看在疼惜他的那些民众 大家很多人都认为说 他是为了 台湾后代子孙 能够有一个干净 安全的生存空间 他去做这样一个动作的话 那你强迫他灌食的话 那会引起 是不是民众更多的反感 那是会引起更多人上街 去反对你总统呢 那台湾就永远没完没了嘛 假如台湾都永远处在 对这种一种公共议题 那么没有办法解决 那民众都站出来抗争的话 那动荡不安的话 那谁会愿意到台湾来投资嘛 也就是我们一直口口声声的说 我们怎么样的来到台湾经济复苏起来 让台湾经济能够振线起来 让以后的年轻人都有钱赚 那这个你办得到嘛 你根本没办法到 没办法办到嘛 那尤其假如总统 他每天的心思 都是在处理这些 国内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那他还有什么精神去处理 其他的国家的重大政策嘛 所以应该是说 这样断这样的题目 等他要很快的解决 然后装饰断碗嘛 赶快解决嘛 那事实上 我跟你讲 其实我们以前为了这个 和事的问题 本节目也讨论过很多次嘛 提出很多的资料 包括台电的包商都站出来讲 刚刚佛汪老师也讲了说 有人也讲说 哎呀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核四里面的那个包商 都讲说 哦 核四最好不要运转 因为很危险嘛 盖得很烂嘛 盖得很糟糕 安全有疑力嘛 那你总统 你为什么要那个 你应该听民意 干脆讲 就听见嘛 现在最重要是什么 马总统不要再继续当战斗总统了 再这样硬碰硬下去 不止你输 整个台湾会输掉 这是要牵扯到 人命关天的一个事情 更重要 马总统要不要看一下 这几天是没有人听你了 除了这样以外 监警长跟你站在一起 国民党已经多少立委 出来提的可解决方案 连你的直销式的市长 从郝隆斌到主委你都提方案 为什么不听呢 再这样下去 这弄到后来是什么 民众包围总统股码 来 幸好帮我们追一下 好 其实在之前 太阳化学运的时候呢 就外界就已经开始质疑了 我们现在的马总统 到底还有没有所谓的 执政正当性 但没想到呢 学运不过只是暂时落寞而已 而现在呢 这蜡烛两头烧 但是我们的马总统 马主席现在已经不是蜡烛的问题 这根扁插的是两根炮烛 而这炮烛呢 只是等看哪一边先报而已 我们当然先来看到 其中一根炮烛啦 也就是在国民党党内的状况了 你可以发现呢 现在的马总统 马主席态度依旧非常强硬 包括了核四议题 他是这样告诉大家的 我们的股市可能会因此崩盘耶 但是呢 现在国民党真的是立体 马主席到底吗 我们就来看到 党内现在其实出现了 不同的声音了 其实昨天当中 节目当中我们就讲到了 其实现在国民党级的立委 其实压力还蛮大的 所以现在呢 大家来帮马主席想办法啦 有人说呢 直接提借核四嘛 也有人说啊 干脆核四盖完 但是不要来商转 又或者是呢 跳过河安 直接来公投 除此之外呢 也要来看看啦 地方出红也很妙哦 大家讲的话 好像都跟马主席不太一样了 现在看到台北市的好龙斌 他直接讲啊 他说他看不到核四安全的树瓜 而另外新北市长朱立伦也讲啦 他说希望是朝野修法 来降低公投的门槛 以公投来代替上奸 但是呢 马主席就是非常硬 要来看到 其实在昨天 马总统呢 就找来行政院长这样一话啦 两个人啊 赶快来密伤一下 最后的定调却是告诉大家呢 地方性的公投门槛 是可以来修的 但全国性的公投门槛 完全不动 也就是说呢 在核四议题上面呢 马主席 马总统态度依旧非常强硬 完全是丝毫不让的 那么当然啦 现在国民党内 已经有杂音出现了 爆竹是什么 也就是马总统 难不成要继续来 跟全民作对吗 其实刚刚大家也都讲到了 几次的核四的民调下来呢 这反核的民众呢 其实都有超过六成 甚至是七成 但是可能马政府会说啦 这民调都是去年的事情啦 我们就来看看 其实在今天呢 媒体做了一个最新的民调了 也就是在支持的部分呢 也就是先安检在公投呢 是三成四 而不支持担心核安的 认为是不该新建核电厂的呢 来到了五成六左右 就来问问啦 其实在民调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 马总统现在支持度呢 大概就是九%上下了 难不成九%的总统 要继续跟五成六的民众 来作对吗 更别说啦 其实现在呢 反核的活动啊 全台湾到处都是 来看到全台各地呢 包括了有人用静坐的方式啦 用连署的方式 或是行脚的方式 也不要忘记咯 就在四月二十六号呢 这废核团体 就要来包围总统府了 而且现在喊出来的是呢 要无限期的占领凯道 而除了核四一席之外呢 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呢 五月份劳工就要走上街头了 六月份的时候呢 学运恐怕又会再起 要来问问了 马总统真的要继续 跟全台湾的人民来作对吗 而且不要说了 现在是人民不爱你 然后国民党好像也没有 全部听你的状况之下 地方诸侯啊 蠢蠢欲动 随时想要打马总统的脸 其实这个反对的声音很多啊 你看这个核电厂 最直接相关的台北市 新北市 当然会持反对的声音嘛 但包括其实国民党内的 立委提出来的大部分呢 当然大意见不一样 可是几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都是反核的声音 反而是比较多的哦 但是马总统 其实最新的 民进党的六个县市首长 他要去求见马总统 因为想赶快解决林英雄的问题 马总统不见啦 那最近很多党内会议 你知道吗 持反对声音的这些县市首长 国民党的 马总统也都不让他们来啊 所以他的心意是已定的 我们最刚开始给大家看嘛 反核的声音 这一些少数的声音 是不是现在反而是力挺 马英九的力量啊 那如果这样下去 马英九到底能够撑多久 哪边的声音比较大嘛 我说马英九现在 因为他的个性 说在一个人差一岁 就可以领老人年金啦 64岁的人 他的个性 你叫他在短时间之内调整 那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刚刚说过 你看他从 观察他从318学运 他的态度 以至于到现在 面对反核四的 以及林毅雄绝识的态度 是一模一样 他不会学到教训的 很简单 因为他还是稳稳地掌控政权 你说他剩9% 在TVS做高一点14% 其实都比他当年叫 陈水扁要下台的18%还低啊 请记住 马英九当时叫陈水扁下台是说 你即便没有犯罪 但是你民调只剩18% 表示人民已经不信任你了 你这个政权的正当性已经备受质疑了 所以即便你没有犯罪 你也要 如果你支持 你有羞耻性 应该要辞职下台 我们再把这句话送回给马英九 你今天比你 比你当年 你所批判的陈水扁还要低啊 而且还低得很多啊 那你要不要用同样标准来对待自己 显然没有 因为马英九现在还能够稳稳地掌控 党政军警秦特嘛 这个国家机器 他还是非常稳稳地控制住嘛 他的命令 他叫警方打人 警方还是会打人嘛 你看前两天不就 不就又打人了吗 是不是 现在 越来越多警察受不了 倒地昏倒 今天立法院好像也有 我一直在说 警察真的很辛苦 但是请警察 你静下心来 你们要去思考 是你们眼中被教育的那个暴民 造成你们现在执行过度嘛 勤务量这么大嘛 还是说其实是执政者自己乱搞 自己长期以来跟民意对撞 导致于人民现在 真的是只要一点心火 就足以燎原 而使得你现在 这个国家机器动不动 就叫警察出来灭火 或出来打人 我觉得 请警察特别要 想想 是谁让你们 有这么沉重的勤务 是 马金江王体制 是马金江王体制 我说过 如果这个政府真的 做得很好 人民安居乐业 谁愿意上街 谁愿意占领立法院 谁愿意冲进行政院 谁愿意去包围中正一分局 谁愿意结实 是不是 所以 马先生今天 他的个性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我必须说 你看从去年九月政争 他前面杀杀杀杀到后来 败 对 318学运到后来 他也败 现在 这个何四 今天 他们当初在318学运认为说 我跟学生啊 我就乌龟比气长 看你学生能撑多久 学生撑了24天 后来是王金平出面解决 但是 林毅雄的身体能撑24天吗 这些日子来 今天进入第三天 他只喝水 只喝水 现在看起来 还状况也还可以 但是 明天 后天 也就是到了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礼拜六刚好民众都在街头上 那时候有任何闪失 礼拜六礼拜天 甚至到礼拜一的时候 那个状况就不一样 不会到24天解决 可能在7天之内 或5天之内 你就必须去面临 你怎么处理的问题 你所谓的 好 现在 说要强制冠时 你如何强制冠时 你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刺激群众 这些都是要思考的 我一直在想说 因为马英九 他躲在他的权力子宫里头 党政军警情特 温温渡渡 所以他不会害怕 不会担心 反正我所到之处 警察围成人墙 我所到之处 这个铁丝王 给你围得很大 管制区给你扩大 他不会 他不会受到任何威胁的 即便到中研院去被枪吓又如何 所以马英九现在 我觉得他到底有没有害怕 照理讲是有 但是呢 如果有害怕 或者是如果觉得 他这样做 其实只是 跟民意过不去 那他应该要调整 但是 我必须讲 这个人的个性 那种 那种所谓的 妞相公的个性 完全展现出来 你看他所有的动作 只要反对声音 他根本就不听 他不听 连见都不想见你 对 齐心逼意 但是呢 他很喜欢 这个做政治动作 他现在积极地 要跟苏正昌见面啊 苏正昌去拜会朱立伦 你看朱立伦讲了 要降低 核四公投门槛 其实 国民党的这些地方诸侯 感受到民意 这些要选的 或认为自己政治生命 还有远景的 还有前景的 基本上你看 他们都 都跟马英九不同调啊 马英九其实 在这一次的 我说过 他比三一八学院 面临党内更多的 不同的声音 所以马先生 其实我觉得 他到现在 他还认为 我在我的权力很稳当 那权力稳当嘛 普通信大哥 这几天一直在讲 说不要弄到后来 是你马英九的政权 要提前赴亡 甚至你要锒铛入狱 会不会走到这一步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必须讲 前一阵子 外国媒体 他们写到说 马英九跟乌克兰的 那个战斗总统 亚努科维奇 有神似之处 因为直到 亚努科维奇 被罢处之前 这个 都还认为 自己能够掌控 掌握情绪 因为国家积极在他手上 今天马英九依然如此 他明明知道 他站在 人民的对立面 但是 很奇怪 他的性格 以及 这个靠着马英九 来获取权力 或获取利益的一些人 他们不是要 帮马英九解决问题 而是 一直在 替马英九 制造问题 去刺激 这些群众 所以我在想 当然马英九 很喜欢这些人 你说马英九 喜欢吴玉生 当然喜欢啊 对不对 所以 这些人 要表现给马英九看 然而 我真的想 理性地告诉马英九 吴玉生的这些言行 或者是 这些 长期来挺你的 若干 凝嘴的言行 对你是 真的帮忙吗 还是 只是在加速 你政权的 提前灭亡的 胡大哥 一头刺眼 虽然故事一命 马总统当现在没有注意到的 他很多立法员都已经转向了 实际上是市长从好轮票 注意点都已经出来 是挺民众挺反核这一块 那马总统什么 自己还拿着旗 往前喊 往前冲 他自我跟他这样以外 他没有发现 人都已经跑光了 就跟那个房子的地基 慢慢都已经在流失一样 那房子是会塌下来的 今天晚上开始有些反核团体 跟民进党都上街了 对不对 明天包围立法院 礼拜六是无限期的 我们就提前 下礼拜是学生 跟整个那个供应 又整个要好奇在一起 这是内忧外患 党内有党内的问题 外面有这么多的民众 是反对你的 这整个马正前是岌岌可危 马总统没有注意到这个危机吗 为了避免台湾出现动乱 我公开协议 国民党籍的力远 你们都要站出来 不然覆巢之下无完 你们这些国民党籍地位 可怕都会一起沉船 我们来比较福茂 跟反核式的争议 是有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你们记得这个 福茂协议的争论 最后是 先立法后审查 作为收场 你们记得这个事 反核式议题 其实可以找到收场 降低门槛 这也可以解决 我倒觉得林毅雄的 我再回来谈林毅雄的问题 我觉得大家可能误解 包括这个晚报的标题都弄错了 没有找到重点 我是说林毅雄在今天的公开信 就两点 二则一对马总统说 其实对全民说了 一 行政院提议 立法院同意 会合适吗 或者 立法院结议 行政院执行 二则一嘛 我昨天在这节目说 对林毅雄来说 会合才是主题 其他合安 公投都是不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再 公投议题打转 从林毅雄的信中看很清楚 我几天前遇到 王近平院长 我只问他两个问题 可能我两位遇到他 我说请问王院长 当初你拒绝参加 总统府的 院纪会议 根据宣法第44条 是谁的主意 我说是 听说蔡英文还是李登辉吗 他说没有 他自己决定 他跟我说是 前一晚看到跑马灯 说总统要开院纪会议 他本来 差不多7点多就要 总统府电话 但是跑马灯说 要举行总统院纪会议 他决定不去 第二 我就想他说 在 玄雄决定退场 那个礼拜天 中午11点不是王院长在 议场门口举行记者会吗 我说 这是谁决定 他只跟林锡山讨论 早上8点多 订稿 那我说 为什么你在那个场合 要到国会议场门口 他说他压力太大了 他压力也一直来 把总统压力给他了 他刚好找到最好的时间点 我为什么用 福茂协议的收场来做例子 其实 林玉雄先生已经提出 二则一的解决方案了 再讲一次 行政院提议 立法院同意 废合 或者立法院决议 行政院执行 我再请教 因为今天下午 有一群足科的 太阳人业者来找我 其实我不是明代 但他们希望通过我发声 我只讲细节就好了 他们做了 太阳人可行性分析 做了 营运分析 甚至 举几年前的一个 简报 说太阳人电价 马上可以 低于现在的34% 成本2.7元 跟现在一样 楼委就讲了 太阳人就没回扣 跟那一样 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群人找你了 但是 是 足科院 他讲对了 台湾的太阳能业 是全球第二 结果 我问说为什么 经济部跟台电公司 千般阻挠 因为没有油水 核能地上才有油水 关键在此 原来如此 好 可以找替代人员 只是不做而已 台湾很多土地可以做 不是吗 4月24号 今天 反正他说 马总统你不回应 4月26号上街 5月1号可是各种 工运 学运 社运 民间团体 汇流 我就不解 马总统 你怎么不断地跟主流民意 对抗呢 你怎么对客观 政治形势 没办法分析呢 我那个关键就是 他的角色先太小了 小到监听者 根本不容 反对意见进来嘛 我在讲结论 这一次的林毅雄先绝食 可是攸关你马英九政权 包括你本人身家性命的安全 非常为耐 我举个例子 1986年 你们记得 当阿奎诺 从华航班机下机 他突然被 马可思所杀人杀死了 如果林毅雄有难 有万一 那就像马可思派人 把阿奎诺杀死一样 马总统 你承担这个历史责任吗 知道这个结果吗 阿奎诺一死 马上引起 菲律宾的人民力量 我敢说 如果林毅雄有万一 马可思还有夏威夷可以跑 马总统 你要往哪里跑啊 我说 现在 你已经在火山口跳舞 还不知道吗 我再深说一次 千万不要低估 那个民意就像火山快爆发了 难道你不知道严重性吗 马总统 现在最严重是 马总统现在还是硬碰硬啊 他现在怎么要站到最后的一兵一组 他都不想后面已经多少人都转向了 党籍立委转向 你的诸侯也转向了 可是他现在完全看不出来 内忧外患 里面内部党内可能控制不住了 外面是什么 你光是一个核四 大概是7 我刚刚讲 大概7比2 反核色人已经7成了 特别是日本福岛之后 那个比例反核色人是大幅增加的 你赞成大概只有两成 你为什么一定 然后你自己有9% 你自己已经力量不够了 你为什么不知道 你的政权是岌岌可危 为什么一直要跟民众 要硬碰硬呢 我把整个事情再梳理一下 因为大家都在讲太阳能 我说他邪恶 因为他在当台北市长 2002年 林郑修当民政局长的时候 就在公园里面用太阳能发电 他就在做这件事情 那是已经十几年前了 所以对于太阳能的知识 他在台北市长的时候就有了 可是他里面的逻辑 在处理台湾发电的任何的逻辑 就是核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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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都是核四 那这个过程当中 他不是不知道 他不是不能 是他不为 我说这个是邪恶 这个邪恶的过程当中 我还讲 林郁修讲的那个事情 他知不知道 他知道 他舍尽求远 他不这样做 立法院跟行政院可以处理 我刚一直在讲 李庆华就已经问了 讲一话 他不要这样做 他就给你去扯公头 然后公头又把你断了路 说我不可能在这里面 做任何的更改 所以他邪不邪恶 邪恶 我再讲他邪恶 为什么 他透过这些 名嘴相关来讲 就叫 人民要克制 你这样做 占据 这个立法院 还有用自我强害的方式 用进食的方式 叫做人民不克制 正常国家 当然不会有人这样做 如果正常的民主国家 正常的运作 当然不会有这些人 但是他叫你 为什么不考虑说 这些人会这样做 他还是在叫你 人民要克制 但是人民克制是什么 是政府强硬 他完全没有看到 这里面 政府强硬的过程当中 可是 这些团体现在都知道 如果 在按照 他的这里面 要和平理性手法 他不断地告诉你 用警察来告诉你 要和平理性手法 不断地压制 是不可能成事的 他是不会理你的 这些团体 为什么要用这么激进 是被教育出来的 被谁教育出来 被执政当局教育出来 必须每次用更激烈 更激进的方式去处理 否则他不理你 没听到 你在讲什么 蛤 蛤 有吗 没听到 没看到 长期以来是这样 所以辅导到现在 去年二十万 今年大概有十三万人 北中南 东区通通有站出来 有十三万 他有理你吗 这么多的讨论 他不知道吗 他没理你啊 所以被迫 必须要这样子 当民主斗士 哎 习凯 谁愿意当民主斗士啊 谁愿意去牺牲生命啊 谁愿意这样子 大家不想好好回家过日子吗 可是这次环保团体知道了 五十万人上街头 符合你的和平理性 没有太大的改变 这次 四月二十六号 二十七号 我听崔树心他们讲 环保团体 非常清楚 不可能 无限期占领啊 你每次都不回应 他也讲了 你都不走了啊 因为 如果万一 林一雄有非常多的 其他的激进 更冲撞的 大家这两天看蔡丁贵就好了 还有更多 拉扯不下来的 更多哪里冒出来 不晓得的状况 他们也没办法掌控 但是他们知道一件事情 是这个执政当局 逼着这些人民 必须要用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升高的方式去处理你 去面对你 你才会在这里面 做退让 如果不战斗 是不可能有退让 没有人愿意战斗 但是这个政府 逼着要战斗 今天的问题在这里 如果你还回来 苛责人民 干嘛要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要去冲撞 为什么要去违法 没有人要违法 没有人 如果当这个政府 如果能够正常运作 该做什么事 做什么事 不要骗 大家不会这样子 可是过程当中就不是 连行政院跟立法院之间 可以用这样骗的 朝野协商用这样骗的 他明明就是要放 燃料放 但是他做成的协议 就告诉你说 你不行 你要公投 然后他又告诉你说 你不能动用预算 他又帮你追加了 说我说安全检查的预算 他还是扳了一大堆预算 然后呢 他找来了 帮他做安检的是谁 是叫W-A-N-O 这个单位是什么 这个单位是帮你 协助电力公司 能够更顺利的运转 所以他在干嘛 他在试运转 他一直在往这个方向 他不是在帮你安检 他是让你赶快能够动 赶快能够动 所以这个经济部 这个行政院 他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是 他以为老百姓是笨蛋 但我们也会找世界各国的例子来看 也会找各国的专家来看 但是呢 他还是用他一套的方式在愚民 愚弄台湾社会 不知道全球化 不知道世界各地在发生什么事 这个政府邪不邪恶 所以我归咎一点 他不是笨 他也不是坏 他就是邪恶 所以他是邪恶嘛 其实我们就要了解 马总统他到底在乎的是什么 我们刚才讲到了嘛 马总统为什么要去见苏贞昌 这很奇怪啊 因为六个县市长要见 民进党县市长要见他不见啊 连党内的会议 然后跟他持反对意见的县市长 他也不让他来啊 为什么还要见苏贞昌 是不是因为苏贞昌 最近见了朱立伦 朱立伦还反而跟他唱反调 今天更新的 还有这个深绿的团体 还跑到新北市 叫朱立伦表态 说叫你带领国民党来反和啊 哇 马英九哪吞得下这口气啊 所以对马英九来讲 他最终还是以他权力思维来做思考啊 目前看起来 当然很明显就是这样 他都在误虚嘛 他要来看这个 林一雄先生 林一雄先生当然就觉得 你根本就乱 设定那个条件 根本就是根本就没有尝试啊 也没有先生的尝试 所以会对他这么的看不起 林一雄先生在 在所有的他的信里面 其实在讲解决方案里面 他还是有优先顺序 他说行政院提议 立法院同意 这是有大法官释宪 52044的这个基础嘛 所以预算是措施性法律 当时是这样做的嘛 对不对 所以是不管是 立法院决议行政院执行 还是行政院提议 目前 当时如果大家记得 318学运 当时的 王金平院长 是要把那个 credit留给马先生的 对不对 他一直说 要召开那个 院记协商的时候 他说 按照这个宪法分纪 我是不能参加的 但是他在 最后一点 还是提醒总统 你要 傾听民意 体察局势 介入协商 然后解决问题 他一直要等你 希望我们两个党 处理这件事情 你们不处理 我再处理啊 所以现在 朱立伦他唱反调 郝龙面他唱反调 李庆华 大家唱反调 那么谁现在 站在他那边 就是江义华 江义华就是 你如果唯一的 你们两个人 像刚刚中兴大哥 所讲的 如果你要继续执政 江义华你要继续执政 你就是赶快 抢这个credit 不然你的党内的 这个名利 都比318支持度 还要低 你如果江义华 还不拿出魄力 你的公投没有办法做 你现在 要么就公投 你本身也觉得太严了 为什么说公投太严了 总统的得票 50几% 乘以88千的投票率 就是总人口的 只有40% 但是你公投 竟然要求到900万票 对不对 900万票就是 完全超过六成的 这个名义 这48 结果是公投的 总统这样比较低 竟然能够否决 人民的公投 这没有道理 所以不管从理来讲 从法来讲 江义华先生 江义华院长 马先生 掌握历史的契机 那他们两个 现在都在呼吸 就是彼此取暖 他每一次有事情 就叫江义华进来 然后他 他呼应他 不敢向总统讲说 总统 危急 危急难 在眼前 从国光石化 国光石化 最后不是退了吗 国光石化 不是也是炒多少年了吗 他不是一再宣誓 绝对要盖吗 也不是说经济的因素吗 然后刚刚大家 举其他的例子 就不用再讲了 所以每一次都逼到 没有办法 他才退 那我们必须要在地方 提醒总统 因为李永先生 一旦训道的时候 我们不希望这样 但一旦训道说 这个 他的那个二三十年来 所累积的那个 人格的道德的呼唤 会让很多人追随他 不怕死 那个铁丝王 在行这铁丝王 已经没有办法阻挡人民了 当人民说了 李永先生的 这样的一个不忍不舍 他救了大家 结果你马先生 竟然 没灰没灰的时候 那个人民那股气 就像那个当时的 郑南总先生一样 会大家都不怕死 这几个人 你就赞一花 后来为什么也会自焚 就他觉得生死已经度外 当人民不怕死的时候 总统 这个对你是一个统治的 非常大的一个危难 不要说这个国家 可能永无宁日 所以总统在还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你不要再误虚 就像主持人所讲的 你今天接见苏贞昌 然后你接见这个江一华 你都不敢勇敢的面对 像这个李永先生所提出的问题 很简单 你就行那些决策 提议停掉 这李清华也讲了嘛 那不然的话你就让人民公投 降低门槛 这么多的民意都要降低门槛 你就说那就交给立法院来处理啊 你就让立法院明天 明天就可以直接敬负二赌的公投 就可以出特别条例 老师 现在同检就是什么 就期待马总统 呼吁一下 他第一个不要再战斗 第二个 像你去逼着民众说 你老师跟我硬碰硬不解决问题 我就不走啦 那我们要问一个场景 老师 礼拜六的晚上 民众在凯道前面 围着总统府 如果人很多他又不走 你怎么办 你真的一个一个去拉拉走吗 那一直都不走 怎么办 你政府老师不回应问题 硬碰硬弄到后来 整个国家是会动荡 其实从318 然后那个选业以后 其实那个立法院 那个周遭啊 其实都很不得安宁 我一直觉得说 我们真的是很羞愧 而且也觉得很没面子 你看我们最近这几天 就回应问题 民众就回去 学生就回去 为什么民众一直冲出来 我们这几天在立法院 那个围树栏啊 围理啊 围了那个样子 我们都正门不能走 都要走什么 走后门 真的 真的 我想我跟李伟严正讲 我们真的是蛮 觉得蛮难过 那其实今天 大家民众所关心的议题 核式的议题或红帽议题 能不能解决 当然能解决啊 天底下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你看看当初那个官场工人 官场工人 一开始总统很硬啊 不行这是华丽的问题 我们不可能去什么 去不去 要求这些官场工人 来赔款 来还钱 可到最后呢 逼得他们什么 一定要在路上 这样在马路上什么 三步一跪 一直磕头 甚至还是卧轨 那个都是那些 六七十岁的那个 老先生老太太 去卧轨 国道的社会也现在是这样子啊 到最后 到最后怎样 到最后 华丽判下来 那不用赔 你才行任意 你才先不说 好 我们不向他们求偿 为什么每次都要怎样 不见棺材 不流泪啊 一定要冰到最后 你没办法的话 你才要 你才要低头的 你看看 包括那个 那个 国道收尾园 去什么 去抢占 交通部 包括那个风车的 去占你 经济部 环保 环保人士 去占你 那个环保 那个什么 环保署 那没完没了 政府之后 我们两个解决问题 都那后来 就等于是鼓励 变相鼓励 中国 台湾难道以后 未来的两年 都要过这样的日子吗 所以我是觉得说 总统应该是怎样 委员 要听 如果用这样子来讲 是不是要总统 占领总统府 跟包围总统府 因为那才有效啊 我跟你讲 我都不反 我跟你讲 我是反对 用这样的一个手段 来 来 来 抗争的 我是呼吁说 真的有选择 总统应该要出来解决事情 解决问题 那你解决问题 你假如不解决问题的话 那没完没了 也就是说 你看 连朱立伦他讲 他说 这种东西很简单 用公投代替上街 公投代替上街 那公投大家都认为说 很不合理 那很不合理 就这样 那只要怕说 统獨的问题的话 那你就把它议题设定好就好 那来投一次嘛 全国老百姓 大家来决定 到底要不要合适嘛 重点就是 他抢的公投 跟马总统要的公投 不一样啊 不是啊 那我之前 那马总统他坚持在干什么 我之前很很 很奇怪嘛 就像说 先立法再审查一样嘛 这其实一点都不困难嘛 来啦 先问一下立宏啦 现在最担心的 立宏 你现在看起来 这片地开花 尤其恐怖的是什么 你觉得礼拜六人会少吗 你这样一直 寄很多人出去 我更担心的是什么 所谓无限期占领 到底要怎么办啊 我很奇怪 我们很担心 马英九却表现出来一副 皇帝不急 急死太监 你们这些人在急什么啊 对 我们都担心 国民党立委担心 这家市长很担心 这是马英九 你的身家性命问题 我告诉你 马英九不担心 看起来马英九不担心啊 如果他真的担心的话 他怎么会放着 他的这些 他的官员 或者是他的朋友 去讲话 不管是用讲话 或者是用行为 去刺激 这些反核的 这些团体跟群众呢 更何况 318的秋后算账 都还继续当中 对啊 你会发现 马英是到底 有时候你觉得 这个人的心理状态 到底是怎样 有人说他很害怕 他晚上都睡不着 他必须要吃安眠药了 好 有人是这样讲 但是如果害怕 应该要调整啊 但是没有啊 你看他真的看起来 他完全不担心啊 明天后天就碰到 所以是 我就说我们也许 对马英九来讲 你们想太多 你们多虑了 50万人都不多 多啊 他也没 好像没在怕 你看哦 318 323的那个行政院区里 不是有个医生被警察 打到这个 这个癫痫 癫痫 癫痫 好 创伤心癫痫 是因为创伤才有癫痫 结果呢 竟然呢 竟然说新北市政府说要撤销他的医生执照啊 哇 这这严重啊 这严重啊 所以你看这个政府还在秋后算账耶 所以其实你仔细看 我觉得马的个性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耶 真的是必须要逼迫人民做最后手段 好像他才会 他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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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的样子 所以我说马英九的性格 他已经是 王安石的谬相公 再加上从中皇帝的那种 到王国那一刻还在怪哦 你看你们都是王国之臣啊 我不是王国之君啊 从来不会有自我反省跟检讨 所以他这种 持续火车对撞的性格 我 我认为他好像真的 他喜欢看大场面 哦 真的 对啊 这330场面他觉得 这个主办单位号称50万 他觉得才11万6嘛 台北市警局就报个11万6嘛 觉得这场面没什么 所以他持续上四季 也许礼拜六 这个人又多了 那他也喜欢 他就喜欢看这种场面 不然的话 我有时候觉得说 作为一个执政者 真的该解决问题 但是呢 你发现 马英九的性格 他不是在解决问题 他一直在使得问题 无解之后 而使得人民更加愤怒 而必须要选择 跟政府的公权力冲撞 好像马英九 喜欢看到这种场面 我实在不懂 不过火旺老师 这个马中 你真的是没有再怕的吗 各地的这个抗议生起来之后 他是不是真的在等说 看你们能闹到什么时候啊 有可能吗 我觉得他可能有点执迷不悟 那其实我要讲两点 我觉得这也蛮重要 我还是蛮珍惜 还是蛮珍惜林立雄先生 所以我觉得他不应该再绝食了 不应该再禁食 因为反而的号角已经响了 你知道吗 他已经鼓动反而的号角 其实我真的要拜托应援兄 我觉得这也非常非常重要 我觉得民进党立委 一定全体去跟林立雄先生讲说 我们绝对帮你战斗到底 一定要叫他不要再禁食 因为这个 反而的号角已经响起了 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再这样做 我觉得民进党立委 一定要非常非常用力 而且一定要保证 我们一定要站在这边 我觉得一定要这样做 是国民党立委 我现在讲说 民进党立委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我至少真的要这样做 我们其实可以无限期的占领立法院 类似我们最大的抗争 但是就是说社会过去不理解 学生占领之后才知道说 我们有多么的无奈 我们今天晚上 刚刚就在刚刚 我们就是从异光教会 连接到总统府去 我们再继续往后面的礼拜六 我必须要检告马总统 火旺教授我给你对不起 因为马总统一世人太好命 他不了解那种进食之后 一旦熏到所产生那个爆炸性的力量 那是超过核子炸弹量 但是火旺老师曾经二十万人上街 反核都没用 我听说至少我认为 民进党的立委或者公子 一定想办法尽可能 来挽救林玉雄先生 这我真的诚恳的呼吁 因为反而的号角 因为林玉雄先生这样做 已经起来了 第二件事情我要想讲的就是说 那我讲完 我觉得其实 我还是比较重视 公投门槛降低的问题 因为站在民主政治的逻辑 公投是直接民权 如果公投上人民 没办法投的时候 这完全毁到直接民权 所以你也认为要降嘛 至于说 马总统讲说万一 统独公投怎么办 如果那是人民要做的决定 那本来就要让人民决定 你不必替人民代应这个问题 代议民主本来就有缺失 公投不应该常常做 但是那是最后的补救方法 就像公民不无从一样 公民不无从就是 法律不一定正义 所以允许人民有最后一道线 可以违法的时候 那同样的道理 代议民主的缺失 公投就是要最后的补救 不是什么时候都要公投 但是众大爱人在公投 他在公投真的能实习嘛 我只薄一句 侯旺兄呼吁民进党立委 就这样子还是少数啊 是要呼吁国民党立委进场 直接修法解决就好了吧 我觉得你是 没有我刚刚讲的是 国民党立委才是关键 我讲的是要保李义雄的命 是 没有啦 今天是七到年底都讲了 他说马总统现在是什么 都只听那个顺通的话 任何不顺的他都不讲 不听 不知道什么 马总统是不是听不懂人民要什么东西 这个才是严重啦 那你现在如果真的是 林义雄不解释了 马总统也是不听 那到底怎么解决问题啊 那个 刚刚黄老师在讲这个过程 其实环保团体其实非常的 心都揪起来 为什么你这样讲 你知道 他们本来六月 因为他就是怕他染料包一插下去 什么都来不及了 那今天 那个林义雄是更觉得 自早挡住了这个 更 更觉得这个政府是邪恶 我刚刚讲邪恶 他就是看到他邪恶的本质 所以他抢先做了这个 但是环保团体说了一句话 如果没有林义雄撑起这样的能量 你知道这个 马政府还是不会理的 今天因为他有他的高度 他也不想用他的道德能量 今天大家批评他 你不能把这个问题 道德无限上刚到道德 但是如果不用这样的 非常手段 是撑不出这么大的能量 他是不可能出来回应任何事情 所以他们在这里面 也很矛盾 也很无奈 因为这个政府 他不断在为难人民 我刚刚也讲了 他没有在做安检 他们很清楚的他在加速要进行运转 这里找来的这些人不是在做安检 是在加速的运转 他不知道社会需求吗 他也找了林东勋来 结果人家也要跑掉了 他不知道内部矛盾吗 但是他加紧的在往这个路上走 为什么这个结构 这个往上面的高层逼着他这样做 逼着他这样做 他刚那个立宏给大家讲了 环保团体也非常清楚 他在311浮岛事件之前 在讲说我们6月完了 我们就要赶快做燃料棒 他难道不知道吗 他知道 但是他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符合上意的在做这样的事情 但他又告诉你 没有啊没有啊 我们没有要这样做 是外面造谣 他邪不邪恶 他邪恶 所以他后面所隐藏的 都是他邪恶的本质 各位 今天没有去就能发意到来 这种下战斗力 你还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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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